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今天您点外卖了吗 我相信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 外卖已经是他们就餐的一个主要方式之一了 可是进入到2019年以后 外卖业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两大外卖平台在2019年都已经调涨了 他们对餐馆的抽成 什么叫抽成呢 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 您点的每一份外卖 甭管是谁送给您的 外卖平台都会跟餐馆抽佣金 原来这个佣金比率大概是12%到18% 也就是说这个餐馆每卖出100块钱的外卖 有12块钱到18块钱是要上交给外卖平台的 而今年以来据相关媒体报道 这个抽成比例已经上幅到了20% 甚至26%那么高 也就是说以后你每点一份100块钱的外卖 可能有四分之一的钱是要上交给外卖平台的 为什么外卖平台要在现在上调这个抽成呢 原因很简单 以往我们就讲过 羊终于养肥了 今天中国的外卖业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双寡头竞争了 不像很多年前团购火的时候 那个叫千团大战 现在说实话外卖恐怕只剩下两个寡头了 其他小家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而对于这两大寡头而言 过去几年 他们确实是花了非常多的钱在推广 直到今天 虽然他们在外卖抽成上已经抽了很多钱了 可是我们去看看他们的财报 他们还是亏损的 而今天他们意识到了整个外卖市场的羊已经养肥了 双寡头已经形成了 如果想盈利的话 那只有一个方案 就是加大餐馆的抽成 原来可能抽百分之十几 现在要抽百分之二十几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把以往大量投出去的资给赚回来 外卖平台是这么想的 他们只有加大抽成才能赚钱 可是对于许许多多加入外卖平台的小餐馆来讲 这个日子可就难过了 很多餐馆老板算个账 说我这个餐饮业 大概的利润也就是百分之四十几 原先我有百分之十几给外卖平台抽走 我还剩个百分之二十几 我这生意干得不错 可是现在有的外卖平台 一下就拿走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我就剩个百分之十几 我算算账 可能我都要亏钱 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外卖店 它每天的营业额是一万块钱 一个月三十万 那也就是说 外卖平台每个月每加百分之一的抽成 它就要减少三千块的净利润 外卖平台如果调百分之五呢 它就一个月少一万五千块钱的利润 这已经是两三个人的净工资了呀 所以啊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小餐馆 干脆我不参加外卖平台了 因为人家算了算账啊 说外卖确实能给我带来很多新的流量 新的客户 能让我节省一些店面的成本 可是啊 我多省下了这些钱 还不够我给外卖平台交钱呢 还有很多餐馆更狠啊 人家想继续外卖 可是呢 给外卖平台的钱太多了 没有利润 那怎么办 很简单 人家在菜量和菜价上动手 有的餐馆外卖的价格比糖食要高 有的餐馆价格一样 因为你这个价格消费者看得到啊 可是呢 我在分量上减轻 你过来吃 我一盘菜可能有三百克 你外卖的时候 我一盘菜可能只有两百克 以前我们不就是聊过吗 有一家媒体啊 人家很好事啊 找了十几家这个餐馆 去测试了一下 它的外卖量和糖食量 结果发现啊 90%以上的餐馆 外卖量是要少于糖食量的 也就是说 外卖平台向餐馆要钱 加它的佣金 餐馆为了挣钱 就只能把羊毛向消费者去耗啊 就只能减少我供应的量 来多赚一点钱啊 长此以往下去啊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都会明白 原来我外卖点的一个菜 和我真正到这个餐馆吃的这个菜 分量是不一样的 那么还会有多少消费者 选择信任外卖平台 而继续外卖呢 对于两大外卖平台来讲 人家现在是亏损的 要扭亏为盈 要赚钱 要把前期的投资收回来 我们理解 可是啊 简单的上调餐馆的佣金 会不会受到损害的 是整个外卖业呢 节目中啊 我们提到了 有某个媒体做的测试 您还想看看当年的测试结果吗 感兴趣的朋友 您可以回复外卖两个字 到赵旅说事的微信公众号中 请下咀嚼